哈喽大家好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轩酒馆 这一期呢我就打算轻轻松松的跟大家聊一聊天 喝杯我最喜欢的Martini 这杯子好不好看 回答酒鬼们问我的一些问题 干杯 第一个问题 来自BiliBili 个人很喜欢你 可是170了才2万粉 还有动力继续吗 这个 这也太扎心了吧老铁 说真的就是做了170 2万多粉 当时比起其他博主啊什么 一个月10万粉 一年100万粉 我这个真的叫做脚步博主 换别人早就做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我当时做这个视频 我也不是为了粉丝数而做的 我单纯的就想分享一些酒的知识 还有好喝的酒给大家 又不是做营销号是不是 我想做的是一个酒文化的社区 有一说一葡萄酒这一块的受众啊 真的比什么美妆啊 游戏类的少了很多 你们的三连对我来说很重要 才能让别人看到闪闪发光的我呀 总而言之呢 就是粉丝数跟我做视频的动力完全没有关系 我呢还是会一直输出好我的内容给大家 next question 督导组专家问我 ivy是哪里人 大家真的都对我的口音感到迷惑吗 说真的你第一次看我视频听我口音 你觉得我是哪一个城市的人打在上方 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潮汕人 next 木木一问我说 ivy未来有什么打算 一边喝一口热的mojito mojito可以做热了 那我今期的打算呢就是明年六月的时候交上我的毕业论文 我就可以结束我整个四级品酒师的一个学习 我其实还是想继续在葡萄酒这个领域深造啊 如果有精力考一个葡萄酒大师的话 就真的是功德圆满 然后各位酒馆 明年春天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们 你们一直不都在催我的什么秀酒馆 首期发售呢是会以一个限量的形式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本来是明年过年的时候呢 我跟一些酒馆也说过说 我明年要过年要找你们去现价喝酒 但是现在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暂时再搁置一会儿 Next 来自口吐芬芳妙啊 哦我觉得你这名字应该是口吐芬芳妙啊 这样要念出来才有意思 是这个马经理上头了吗 她说 好奇Ivy是在哪里生活的什么工作 工作之余喝点什么酒能带给你满足感 我现在呢是住在加州Napa这边 工作呢是在Napa的一个酒庄 做他们的市场营销 很多在北美的酒鬼来过我们酒庄 跟我面积过我觉得特别好玩 所以呢在北美的酒鬼你们可以私信我 过来找我玩 工作之余我喜欢喝什么呢 It's him 就我觉得Martini真的是一种 喝了一口就觉得 突然放松 然后脑神经就没有再紧绷了 大家平时回到家最爱喝什么呢 扣在上方 我跟大家说句大实话 我不是在酒庄工作嘛 就是每天每天都是接触葡萄酒 说真的 回到家我再也不想喝葡萄酒 就有点 就喝不下你知道吗 就对着它就 No thanks Next 初初初初初初不吃糖 问我说 好奇姐姐是怎么一点一点接触酒的 到现在懂这么多的知识 我大学呢学的是生物专业 我当时是一心想奔向医学院去拯救人类的 没想到给葡萄酒半路截糊 我就在想说那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去拯救人类的人 那么呢你就做一个去传播快乐的人喝酒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开始接触酒呢也是因为我家里人呢就说实话都是一帮酒鬼 比较小的时候就接触很多很不错的葡萄酒 当时我就说 诶这个怎么这么好喝是怎么做的就让我很想去学习 做这个频道其实也帮助我更加的理解了很多葡萄酒呀或者是威士忌的一些知识 因为每一期我都花很多很多时间做研究啊 很好的巩固了我这个知识你知道吗 就印在了我的大脑里面 Next Anna1918问我说 在买贵的酒的时候如何下得去手 有钱就能下得去手 我的意思呢就是要好好搬砖才能多喝酒呀 再回答一个 来自长江无穷 她问我讲讲怎么发展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作为本期的一个ending还是蛮有意思的 最近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 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跟状态解决焦虑 学会们如果有什么好的解决焦虑的方式请留言在下方 觉得啊状态这个词是发展不了的 是要不断的进行调整跟优化 身边很多很多人经常会有焦虑的感觉呢 就是不满足当下 就比如说我们焦虑 我们没有同龄人优秀 没有结婚生小孩 没有升职加薪 每天晚上睡觉啊脑里啊 就只跟打架一样 越想越阴谋 被我说中了在上方口里 后来呢我觉得就是焦虑的根本问题 就是最最根本的问题 你光想你啥都没做 你啥都没做你生活怎么会有变化呢 这样长久以来呢 你就陷入了焦虑的死循环 人间清醒的小天使来了 如果你不满足现状想改变 OK啥都不要想 你就去做你就去改变 比如说换个工作啊 换个地方旅行 日系一些新的朋友 或者是找一个新的伴侣 换一个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最忌讳的就是总是看到别人有的 而自己没有的 可能别人有的他自己也不满意 自己也焦虑呢 所以你有什么好羡慕的 对我来说呢是保持好奇 自己一直学习觉得自己都有在进步 所以不会觉得焦虑 有时候呢短暂的不开心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多多跟你的朋友啊 或者家人沟通一下 要是真的没有呢你就私信 那发给Ivy 把你们的苦恼发给Ivy 我来跟你聊 这些Q&A呢就到这里 说实话我其实还蛮喜欢拍这种Q&A的 我觉得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酒的问题 都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或者啊如果你最近有什么苦恼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就是都是有同样的苦恼 我们一起说出来讨论讨论 都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没准呢我们以后可以多多做一个 喝杯酒跟Ivy聊聊天的节目呢 Alright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